其实是这样,我爱上古典音乐从大学考完领考就开始了 考完领考那个暑假就买了一本音乐心朗的书 然后就自己自修自读,就从现在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听三十五年 这三十五年里面当然一定是听了很多音乐,很多古典音乐 可是有一个音乐其实是我第一个热烈追求的各项 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热烈追求? 好,买了,比如说交响曲第一首听完之后 哎呦,那就好听啊 第二首,马上又去唱片行买了 第二,不是唱片行,Tetroid 我那个时候民火七十年代左右都是那个录音带 买完了,嘿,不错 这样连续安打,一二十五年 意思就是说,这个总统法听 我一定要在听他的作品,没事 既然会连续安打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每一首都值得他,你期待都站在他里面 没有一首是能唱的 这是我的经验啊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谈的布拉姆斯 布拉姆斯 其实你看,德国这个一个乐团出来 如果是那个,不管是波林纳月 现在要来的那个阿玛利亚都一样 他们一出来,哇,他不是被热闻就是布拉姆斯 这个是永远都是考中的好,精彩中的精彩 那我每次出去远邀到很多地方提演讲座 第一次到学校哪到哪里 我的讲题永远是,美感教育讲座 做个幸福的爱乐人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音乐家,也不是读音乐的 可是,如果经过我的生命跟生活的这些美好的分享 让你能够很自然的爱上古典音乐 那人的生命是非常难你去捉摸的 也很难你去评估说,他的年名在哪里 那我今天就要讲一个故事 让你们羡慕一下说 我是一个幸福的爱乐人 我自己想幸福没有要 我今天要借有一些方法 让你们知道我怎么样幸福 好,大学三四年级 好了,大概四年级的时候 你上了布拉姆斯的时候 去买了一卷的论带 这一卷论带我都记得很清楚 就是布拉姆斯的三首小提琴重名群 老实讲,那个时候我都一样 没有人刚开始听我的音乐就那么厉害了 他一定要从慢慢的图法令 要慢慢的学习 我那时候没有人教我 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讲座 那你听,很快就进入了 都是很辛苦,一个人慢慢听 然后用的是喜欢他的热情一投入 顶多是在一再听 用记忆来听好的 你们要准备了 好,结果呢 这一卷论带听完之后 我都觉得三首都很美 可是美则美宜 如果人家问你说哪里美啊 那其实这怎么听都没有太大的印象 就很美啦,就是很用啦 过去啦 可是你这样真的要回想起来 你竟不得出哪个地方可以在哪里 可是 只有一个小片段 让我永生难忘 这个小片段我再开玩笑 我算是隔了三四几年之后 再听到这个 好像我看到了旧情人一样 等一下喔,你看到我的表情喔 等他弹出来之后 我马上就最后那个美好的时光 而且很头发,而且很美喔 怎么美呢 等一下 这个要放下来 怎么美喔 请你们要记住这一段喔 我这么样的被人家感动 是多美 听音乐我再讲一遍 一定要有一点点记忆 你放心 我绝对可以设计很好的主题 跟记忆让你记得清楚 又不会太反的 所以这一段才不过几秒钟喔 你好好记喔 每一道都美 记得吗 好,没关系 就是这一段 我发觉说我听那么多布朗姆斯的音乐 很少看到他这么的心虚 雀妙 好像小鹿乱撞一样 这我的感觉啦 因为被… 不然我就给我感觉喔 如果一言里必知 他的大部分的音乐 感觉上比较像秋天的音乐 尤其是我喜欢吃那个秋天的红柿子 不是… 不是高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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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柿子 有没有 这样喔 一层薄皮 吹它 一口咬下去 哇 那种秋天 秋天的… 那个充实 还有有点萧色 有点甜美 哇 那种感觉 可是布朗姆斯很少春天的音乐 有啦 我都想起来喔 它的第二号交调曲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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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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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第二号交调曲也是有春天的音乐 好啦 接下来 我知道这个音象而已喔 接下来 嗯 我1989年的春天 开封气这些 那时候台湾 很少你像我这样 我真的被我… 我爸我妈 你请坐 我要讲几个钟 我真的被我爸爸稍微 我稍微不高兴讲了一下 他说你同学哪个医学比 就急着去当医师 你在干嘛呢 你又不是去留学 也不是游学 还跟我讲你要去游浪 我爸是小学校长 我就坚持 我去一个医院做了半年的内科医师 然后存了钱 我就自己很大的动力 到欧洲去做自助旅游 三个月 繁琐过了必留下的机 我那么用心的生活过 我后来发觉 我这三个月 是我人生中很大的资产 我每天花在看地图 找下一个目标 看好时间 我都看哪里漂亮 我都每天花很新奇的感觉 去把它完成了 回来之后 现在回起来还是美丽无边的 好了 那没有想到二三十年后 好时不时的 我怎么会做起导灵这件事情 我都自己不敢自信 从民国一百年就开始想到做导灵 那今天为了导灵这首曲子 好 有 我有查资料 我去查资料 有 有一个书里面有写说 布拉姆斯的这个三首作名曲 的那个一些总论 有一些人也写他的传记 他竟然写说 他的其实 我两个礼拜前在园里的原董医院 才跟我们国台交的首席 张瑞宗老师合作布拉姆斯的第三号 小弟请做一曲 那今天是讲第二号 那我看到总论之后 他会说 第一首曲子 它是在奥地利一个风景优美的湖边写的 第二首曲子就是 等一下我跟他这首是在瑞士的一个湖边写的 然后他只说 不但一样 第一首曲子 那些奥地利的那个湖边是比较优雅 比较浪漫 可是第二首这一首曲子是瑞士 从高峻里高山还有雪山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我那种感觉 可是这只是文字的描述 我看到那个文字之后 这种突发奇想 来Google看看 就把文字输去 我才精确 啊 原来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 第一个地方 我们张瑞宗先生老师 留学奥地利的 我如果讲出来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第一个地方 第一首叫 第一首小弟请做名曲 在奥地利的南边要接近 那个意大利语叫Villac Villac 卡拉根佛 就是那个地方 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哇很棒 然后我去他们的湖边 真的是 好像我们的车厅很优异 可是第二 第二次 他在1886年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再Google进去 就是这首曲子 坐雪贝庭 哇 原来是在 要登少女峰前面的一个 两个湖泊中间的 一个很漂亮的 叫尹德拉肯 尹德雷根 搞不好很多人都去过 然后从坐那个高山火车 搭上少女峰 叫一个地方叫Toon Toon Toon的地方 我就哎呦我去过啊 没了没得不得了啊 所以这是我另外一个收获 我现在导演说 这两个地方 我Google Google 那现在才开方便了 今天是我住哪个地方 我还记得 那是1980年的事情 那一年他在这边 夏天 五月份去到八九月份 为什么特别高兴 这是那个记录啦 因为Toon 你在那边 过得很愉快 还跟一个唱德文艺术歌曲的女高音 激进恋爱式的交往 那个是专义这样写的啦 所以你看 我这后来想说 我在听到这首曲 哇 真的 这首曲子 很棒 根本跟以前的她的 所谓的那些 秋风涩涩的感觉 不太一样 纯粹是欣喜的 缺调的一种春风的味道出来 所以这首曲子 我们今天刚刚要登场的就是 布朗古斯的二号小提琴 重音曲 是A大调的 三的乐章全部是大调的 大调的一类让你感觉 都比较开阔开朗 缺调的 不大 诶 现初恋爱的人 大概不会写小调吧 是个大调的 所以你看 刚刚那段 你先记住哦 等一下哪里出现 你又记住 这样你才有意思 好 我们现在进入主题 所以今天 我自己导灵之外 我也惊喜 哇 那个地方我要回味 哇 真的漂亮不得了 等一下我会在曲中 跟我的旅游今天就结合 我今天其实本来突发奇想 那个照片我都会留着 我照了111卷的幻灯片 如果这里有那个 我现在讲话的时候 就把那个 那个 那个高山水山的那些 照出来 他那里说 不然我是做他那些的 那也不错 没有那么多时间 其实这个跟我媒体应该可以 下次我来演讲 如果要更精彩 就把那个地方给照出来 我都还有 我都还保留在我家 27年了 我都还保留 很漂亮的地方 高山从山俊年啊 很雄伟壮观啊 很开阔很开朗 好 我们现在进入主题中的主题 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首曲是 第二号 小离奇周明曲 A落掉的第一乐章 好 请 我们现在 我在这里讲了很多次了 但是因为每次都会有 新来的朋友 所以容我在讲一副钟就好 很简短的 就是那个老朋友就见谅一下 好像讲了很多次了 我们新场古典音乐 所谓的坐鸣曲 大概就只三到四乐章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曲子 叫坐鸣曲 然后通常它的第一乐章 99% 其实都是有一个曲式 每一个乐章的曲式 就是坐鸣 音乐进行的方式叫曲式 就是一个坐鸣曲式 叫sonata form 简单来讲 分三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叫程式部 我们三个 在这里让你看 看清楚我们就长这个样子 程式部 第二段叫做发展部 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些素材去发展 第三部分叫再现部 再回来让你印象深刻 再了解一下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有一个尾声 扩大尾声 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一样 我们了解这个的进行 很简单 其实也是个ABA加一个扩大 ABA就是程式部 B就是发展 再A要回来 只不过A跟B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是B是根据AA的素材去发展 有变化 有发展 有憧憬 有幻想 有聚角 有幻味 这就是音乐美感的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第一乐章 一开始几个小节的音 是你最能够印象深刻的一个最小的单位的音 我们先秀出来 你要认真地把这个最小的单位的几个小节 听清楚 就这样 你可以 OK好 就这样 钢琴先出来 对不对 那后面不要高脚 讲的一个 最基础的 这样我刚刚有点闪失 我们再一遍 就第一句再一次 多听几遍 来 好 就最简单的 这一句最简单 主题就是钢琴的 有没有 钢琴你来一下 主题 他只是后面再修饰一下而已 就最简单的主题就是这样 好啦 可是 一样 音乐的进行其实跟讲话文学 我觉得 有时候差不了多少 比如说 我们就要讲三个个字 人之出 性本善 那性相近 席相远 诗句 对不对 好 讲四个字 暮春三月 江南朝早 杂花生树 群鹰乱飞啊 一样是四句 五个字的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床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一样是四句 七个字的 不能细思花贺楼 烟花山月下阳洲 孤凡远影 必空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是不是也叫四个句 好 这次我已经决散了 好 音乐一样啊 刚刚这一句 简讨了 你再看哦 而且你慢慢听音乐 它有一种味道叫 起 成 转 合 我们现在试试的句 弄出来 我告诉各位 我在下面比 因为我已经发展这一套 就是不要用讲话来 影响他们的音乐 用手比了 这个就是 起 成 转 合 这样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乐句 我不要讲话 讲话会吵到他们 你看前面的主题 是不是四句来构成的 有没有稍微有那种感觉 就是有起 成 转 合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主题 好 那如果每天佩洛芬的钢琴作名曲 他只要给乐器再进行 可是今天是二重重 是钢琴乐器之王跟乐器之后在这边互相的定处 互相的发光发热 所以你如果是作曲者 你会应用他们不一样的颜色色彩来调配啊 所以第一句出来有起成转和之后 再来一样就 换成小笠琴当作主角 起成 但是他都不转和了 一样起成 然后就开始发展发展发展的 好像经过过门过门过门 过门要多久 会一亮气氛到你 绝美的第二主题会出来 那这个第二主题是什么样的音乐啊 我先不讲 你等一下看到感动无悲 你就知道是哪什么一类的 所以现在开始从第一个音一直到第二主题出现 而且第二主题出现 除了钢琴完之后 小笠琴同样再拉一遍让你印象深刻 所以一开始就是第一主题了 那第二主题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我的动作绝对不一样了 这个音乐一定有天空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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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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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